中国第一家专业的开店教学网站 开网店就上开店网 请记住我们的网址是 3w.开店.tv 各位学员大家好 欢迎大家学习我们开店网出品的淘宝开店视频教程 今天我们学习淘宝助理使用教程的最后一节课 常见问题的解决办法 我是开店网的讲师淘宝天下 今天的话我们的课程主要就讲解淘宝助理使用过程中常见的一些问题 以及我们遇到这些问题该如何解决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淘宝助理上传宝贝遇到的第一个问题 那就是淘宝助理上的宝贝在我们的店铺里面搜索不到 就是我们上传宝贝上传成功了 但是在我们店铺首页里面看不到 宝贝上传成功之后的话 大家可以到我的淘宝出手中的宝贝里面查看宝贝 宝贝要在店铺里面显示的话需要两个小时左右的同步时间 还有如果我们是购买的模板或者是自己使用的代码进行装修的话 那么我们需要重新装修把我们上传的宝贝都 都图片都展示到店铺里面 这样装修好之后再发布 那么才可以在店铺首页看到 这是淘宝助理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出现屏幕上方这个错误代码 如果是显示的是这三个英文字母这个代码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登录到我们的网店打开出手中的宝贝 可以看到我们上传不上去的宝贝都已经在出手中的宝贝里面了 一般的话这图片显示不了 也打不开我们的页面 说我们这个宝贝不存在 出现这个问题我们的解决办法就是 在我们出手中的宝贝里面 把这个产品删除了 然后再从淘宝助理里面上传 就可以解决了 这是我们遇到的常见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的话就是出现 旁号86这个错误 这串代码的话代表的是我们的错误故障 是网络出现了问题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其他时间段再尝试一下 有可能是我们的网络不稳定 或者是网速比较慢这些原因导致的 我们可以在网络比较稳定的时候去上传 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第四个问题的话就是部分宝贝上传失败 如果我们在上传产品的时候有得成功了 而有一部分上传失败了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数据包的问题 供货商在制作数据包的时候 可能这个宝贝没有做好 所以说解决办法的话就是联系供货商进行解决 因为数据包是供货商提供的 只有他们能解决 其他人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第五个问题的话就是提示我们宝贝重复发布了 因为我们淘宝助理是没有办法删除我们店铺里面正在出售中的宝贝的 我们店铺里面正在出售的宝贝的话 需要我们自己在卖家中心删除 所以说如果提示我们宝贝重复发布 那么我们就进入到淘宝网卖家中心 然后在出售中的宝贝里面把我们之前上传的宝贝 就是有重复的删除掉 删除掉之后的话 我们需要回到淘宝助理里面同步宝贝数据 然后重新发上传宝贝就可以了 那么如何同步店铺的数据呢 我们进入淘宝助理演示一下 打开淘宝助理之后 默认的是进入到这个页面 那么我们选择宝贝管理 在宝贝管理里面 这上面有一个同步宝贝 我们点击这个同步宝贝的话 就可以同步我们店铺的数据了 点击之后 我们在左下角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同步的一个进度条 同步完成之后 就淘宝助理里面的这个宝贝的情况的话 就和我们店铺的卖家中心的宝贝就是统一了 比如说我们出售中的宝贝 我们卖家中心有19个宝贝正在出售 存不之后的话 我们淘宝助理里面 出售中的宝贝也是显示的19个 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线上仓库中的宝贝 以及回收站的宝贝 都可以同步到我们助理里面的 如果是提示到我们重复发布宝贝 删除 我们要做的就是先在卖家中心删除宝贝 然后进入到淘宝助理里面 同步宝贝 之后我们再上传 就可以上传成功了 第六个问题的话 就是我们在进行图片搬家的时候 有的图片搬家失败 这个问题的话 可能是我们的网速比较慢 也有可能是我们要搬家的图片比较大 或者是比较多造型的 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延迟我们搬家时间 或者就是在我们网速比较快的时候去尝试 因为我们在进行图片搬家的时候 需要把图片从供货商的图片空间 搬到我们自己的图片空间里面 在上传图片的时候 是就是比较占网速的 所以说我们尽量的选择网速快的时候去搬家 还有就是延长我们搬家的时间 那么如何延长图片搬家的时间呢 我们进入淘宝助理里面看一下 进入淘宝助理里面之后 我们选择宝贝 然后选择图片搬家 图片搬家的话在这个位置 这个这里 这个有一个小小的箭头 右上角这里 我们点这个箭头 然后选择图片搬家 进入到图片搬家这个体式框之后 这里有一个设置每张图片搬家的间隔时间 默认的间隔时间是0.3秒 意思就是我们0.3秒搬一张图片 如果我们网速比较慢 并且图片比较大的话 那么0.3秒这个时间太短了 就有可能出现搬家失败 那么我们就可以稍微增加一下这个搬家时间 可以设置到0.8秒这些 设置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实在不行的话 我们就可以设置到1秒 2秒都可以的 就是时间设置的越长的话 我们搬家成功的概率就越高 当然图片搬家的时间就会花得越长 所以说如果大家网速还可以的话 尽量的就是时间设置的稍微短一点 比如说0.5秒 0.8秒这些就是比较合理的时间 设置好一个合理的时间之后 我们再重新进行搬家就可以了 关于如何进行图片搬家 以及如何上传的话 在前面的课程中 我已经详细的讲解过了 这里就不做过多的产生 最后一个 就是我们在淘宝中的使用过程中的一些其他问题 因为不同的供货商的话 制作的数据帮有区别 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在上传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如果大家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的话 最好的办法就是联系淘宝的官方客户 因为的话我们在上传数据帮的时候 有可能是数据帮有问题 也有可能是淘宝助理软件有问题 我们在不确定是什么问题的情况下的话 联系淘宝官方云客户的话 他们都可以给我们解决的 如何联系官方的云客户 下面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打开浏览器 在浏览器地质栏中输入我们开电网的网址 3w.开电.tv 输入网址之后 我们打开网站 进入到我们开电网首页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导航区域 最后一个这里有一个客户中心 点击这个客户中心的话 就可以进入到淘宝 淘宝网的一个服务中心 进入淘宝网服务中心之后 我们选择这里的在线云客户 点击在线云客户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个 第二个这个商家商品咨询 在这里的话 就有淘宝助理的一个咨询入口 因为现在比较晚了 云客户已经下班了 就是我们在云客户工作时间 早上8点到晚上10点 11点这个时间段的话 都可以进行咨询的 大家进入到这个页面之后 就点击这里的商家商品咨询 进去之后 联系对应的客户 就可以为我们解决问题了 淘宝客户的话 因为他们是官方的 所有的问题 他们都可以为我们解决 所以说大家在使用过程中 遇到问题的话 都可以联系淘宝网客户 关于淘宝助理5的 常见问题 以及解决办法的话 就简单的为大家 介绍到这里 如果大家在使用过程中 还有什么疑问 可以进入我们开店网 学习更多的课程 我们的网址是 3W6点开店链TV 到这里为止的话 我们淘宝助理的使用 教程就结束了 后续的话 我会给大家讲一些 其他的系列课程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 本套家程版权归属 开店网所有 盗版盗卖必究 谢谢大家的观看 祝大家学习愉快 谢谢大家